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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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就開始了 那 大家好 我是Andy 那 今天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 AssertJ 這一套 就是 Assertion Library 來幫助我們在寫 Unit Test 或是你要寫 Integration Test也可以 就是在 Test 寫 Test 的時候可以更有效率 來做你的假設 那 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Andy 那我現在在 Line 做 Backend Engineer 就是寫 Java 那我們外面有 Line 攤位 等一下稍後也可以過來 我會在攤位附近遊蕩一下 那 這邊應該都有寫 Unit Test 的經驗 應該都有 好 那沒有也沒關係 這場非常的 Beginner 所以就大家一起來聽一下 那 簡單介紹一下 那 JUnit 我們大部分 Java 寫 Unit Test 的話 大部分應該都是用 JUnit 這套 Test framework 那 JUnit 有給一些基本 Assertion 的功能 但是它沒有很複雜的機制 那 AssertJ 它提供了更完整的一些機制 然後可以幫助我們去 讓你的測試更易讀易懂 易懂 然後可以更好的去檢查你的錯誤在哪裡 還有解讀你的錯誤在哪裡 還有解讀你的錯誤在哪裡 那其他還有包含一些我們很常用的一些 類別它可以幫助你去做更有效率的 Assertion 那我們就直接進來 那這個是 JUnit 它預設提供的 Assertion 那它很基本的就是 我們最簡單基本上就是 Assert 我的期望值跟我實際發生的值 它們是不是一樣的 或是是不是不一樣的 然後 或是 True or False 那我們先看一下 JUnit 的格式 那它是 Assert Equals 那它所有的期望值都是在前面 那實際你 Production Code 測出來的值 你要放在後面 那它是用函數的方式 兩個引數 那麼可以看這個格式 比如說第一個我有命名很清楚 可以看到它第一個是期望值 第二個是預設值 但是第二個的話 那我今天說要假設我的熊大的名字 就叫做熊大 那請問這個 是自串的部分是期望值 還是我 GetName 的部分是期望值 從韓式的格式上面 我們比較不容易看出這件事情 那而且另外一個就是 我在 Equals 跟 Not Equals 我要給兩個參數 但是我如果是 Assert True or False的話 我只給一個參數 因為當然因為 True or False 寫在名字上面 可是這樣就稍微的有一點不一致 那再來 Assert J 的話 Assert J 格式長這個樣子 它所有的引數都是 Assert There 一個引數 就是實際值 那再來它用 Method 的方式去告訴我 我要 Equals To 還是 Not Equals To 還是 It's True or It's False 那所以我們很清楚的 第一行我們就是放實際值 Production Code 產生出來 我要測試的對象 第二行或者是後面的就是我的期望值 那這個接下來我們會可以 我們應該說從閱讀 Code 上面 我們就一目瞭然說 實際值那再來我期望它要有什麼行為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往下講 那我們延續剛剛 Assert Equals 比如說我們今天有一個 List 要去 我們有三個朋友 我們假設有一個 List 叫 Friends 那 Friends 它有 我要 Assert 它的 Size 是 3 但是我還要再針對 這個 Friends 的第二個物件 它是沙莉 它名字叫沙莉 然後沙莉不是一隻熊 對 那我要 Assert 像這樣 好 那像 J-Uni 預設的函式 它格式像這樣可能會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看到假設我們今天 還想要針對其他的欄位 來做 Assertion 的話 我們要怎麼做 是不是我們繼續把它 Call 下去 比如說我想要針對 Friends 0 Friends 1 去做 Assertion 那我是不是要在 Assert Equals Friends.get 0 get 1 然後我要一個一個這樣 Copy 下去 那如果我今天 比如說我們今天是 Get Name 那如果我今天要對 Name 的 什麼 Property 去做什麼樣的 Assertion 那是不是就要再繼續 Get 下去 所以我們就有很多的 Getter 要去做 然後或許我們要做 要拉出來 比如說 Friends.get 2 我們要把它弄成 Temporary Variable 來方便我們做 Assertion 那這樣寫多了之後 就會比較複雜一點 那所以在 Assert Day 的話 應該說 Assert Day 的話 它提供 它就是我們可以看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它是用 Method 的方式 那它是可以進一步來做 Chaining 所以我們今天就直接假設 Friends 它的 Size 是 3 而且我們把它的成員的名字 跟它是不是一隻熊的屬性 拿出來的時候 我們來斷眼 我們來額色說 它的第二個 Index 的位置 它是沙利 而且它不是一隻熊 那它的表述就像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光看 Code 我們可以很清楚 我們直接把它唸出來 就 Assert Day Friends Has Size 3 好 這就是我們的 Assertion 那它在表述上面 就很清楚 那我們更進一步來看一下 我們蠻常用的 Assert Day 提供一個蠻常用的方式 叫 Extracting 那 Extracting 就是 今天如果想要對 假設我今天有一個 Person 這樣的物件 我想要打它的 Name 然後它還有一個 Nested 的 Property 我想要把它拿出來 而 Extracting 可以用 Function 的方式 去來做操作 然後我們來 Assert 說 它這個 Extracting 出來的東西 它的參數應該有什麼東西 或者是我也可以用 Field 有點像 Jason Peirce 這樣子 我直接用欄位的名稱 去把它 Extract 出來 那一樣我可以去做這樣子的 Assertion 那 Extracting 這個機制就可以減少很多 然後我們再寫 G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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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零、魄 GitEn Coco Git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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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先接著 Gite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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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有這三個成員 但是這三個成員的排序可以是任意的 那今天我們要怎麼樣寫這樣一個assession呢? 我們可能會用 如果很難意的話 我們會用這樣的形式 我們就三個嘛 所以我們就把它充取出來 熊大 沙利 兔兔 或者是熊大 兔兔 沙利 或者是兔兔 熊大 沙利 然後不不不不 那今天如果是三個 我們只要寫六個充取六個就好了 如果是四個 那我們就要二十四個 五個就要更多 那所以充取可能不是一個很好的情況 那我們可能就會寫一個for回圈 然後我們去對這個例子去操作 然後我們要在for回圈裡面做assession 那這樣的話 其實就是在textcode裡面寫了邏輯 那請問這個for回圈的邏輯 跟我們上面想要的assession正不正確 就有點不確定 那有點不確定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要對這個test的邏輯 來寫一個test來做這件事情 這樣就有點tricky 所以assession對於這種情況 他就提供了一個叫contents exactly in any order 名字就是我們剛剛想要表達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如果想要測這個case 我就直接callcontents exactly in any order 好 就結束了 那這個它裡面當然有test的邏輯 但是這個test邏輯它測過了 所以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就不需要去擔心正不正確這件事情 那assession當然還有提供很多我們常用 譬如說我今天有個list我想要測裡面 有沒有剛好有一個熊大 有沒有是不是兔兔剛好在第二個位置 是不是剛好只有包含這三個成員 或是一定要一模一樣成員 或是一模一樣成員 但是排序可以任意 那它有提供很多很多像這樣子的 常用的一個assession的判斷 那我們就不需要去重複的寫很多操作這樣子 那除了list之外 map我們當然也很常用嘛 map它也有提供到判斷key有沒有包含 我們看看pod1value有沒有包含 或是entry有沒有成對 類似像這個情況 那這就是sserj在做斷言的時候 給我們提供一個很好的工具這樣子 那剛剛我們講完在test code上面的表達幫助 那接下來我們看在錯誤訊息上面的表達幫助 左邊這邊一樣是jony的情況 那我們先寫了好多的asseryquals 然後跑測試 他告訴我說我預期要有一個兔兔 然後他實際上他是沙利 請問有人現在已經發現他是在哪一行 這個錯誤到底趴生在哪一行 那可能要traverse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 好我們traverse一下發現 其實原來是在第四行 然後這樣花了一年的時間去看 然後才知道說我要在第四行做這個production code修正 對那如果在asseryquals的情況下 他的錯誤訊息就直接告訴你說 我今天asseryquals這個list 然後我給這些expected value 那實際上在index1的地方 你原本告訴我說我想要一個兔兔 那實際上你production code出來的東西是sarly 那你很快就可以定位到說我到底可能錯在哪裡 然後比較快去偵錯這樣子 好那另外一個情況 我們剛剛有寫好幾個assertion 那在Juny的話 Juny其實他碰到第一個assertion錯的話 他就會跑出來了 所以今天這個情況的話 第一行sarly兔兔兔雄大不是sarly 所以他就拋錯了 他就告訴你說雄大不是sarly 那可是其實我們看一下第三行其實他也錯了 那如果我們修完第一行的那個錯誤之後 然後我再跑一次test case 然後第三行我們拋錯了 那所以assertj提供了一個像這樣 如果我們今天真的很需要有好幾個assertion的話 我們有一個softassertion的機制 然後跑下來他就會告訴你說 我全部的assertion裡面總共有兩個錯誤 分別是哪兩個 那這樣就可以很快地定位說 很快地定位說我們是什麼樣 我們到底有哪些錯誤 那就一次可以去做修正這樣子 那再來如果我們今天是想要assertexception的話 Juny 4 5有一些稍微一點點進步 那我今天舉4的例子比較清楚 那在Juny 4的話 我們需要像這樣子去做 一個是在test annotation上面去標說 我預期他可能會抱有什麼錯誤 第二種情況是我要寫一個raw 那加一個raw本身就很麻煩了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小缺點就是說 我這樣寫的話其實 因為我們在test code的時候都會有先做一些mock theta 然後再做實際上的meta執行 那如果我今天拋了一個runtime exception 請問他是在做mock theta的時候發生的runtime exception 還是production code的地方發生runtime exception 其實有時候不容易確定 那assertexception的表述方式是用java.bara.lambda去做 去把你的production code去包進來 那所以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我真的是預期說production meta的地方才會拋runtime exception 那好那再來的話 剛剛是錯誤的一個更好的表述方式 那再來其實我們在實際上在執行production code的話 還有一些很常用的 比如說java.bara.optional或是java.bara.future 那在Juni預設的話 其實他們都沒有對這些常用library去提供一些包裝 所以像以optional的情況 optional比較簡單 optional我們可能常常判斷就是說 有一個空的optional 我要判斷他是不是真的是empty 然後或者是我實際上有指 我要把這個指get出來 比對一下 那他沒有特別去做包裝 那在assertj的話 剛剛那個assertj他其實已經有把包裝說 ok直接告訴他ispresent 而且他的value是熊大 然後他裡面的熊大裡面的指 我還可以再extracting出來判斷 跟我們剛剛解釋過extracting contains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 他全部可以chain in在一起 那這個就是他在做optional observation的時候 可以幫助的一些地方 然後如果是future的話 如果有用比如說什麼retrofit 或者是kafka 或者是做一些asynchronous processing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那個future如果想要判斷說 他是不是正確的結束 或者是錯誤的結束錯誤的情況的話 其實是需要有很多像這樣子的判斷 那我要自己寫 那第一個就有一點點的邏輯在裡面 那第二個是有一個比較不好的地方是 比如說假設我今天是失敗的future 我想要把那個exception value拿出來 他必須要 他其實會包一個completion exception 我就要先join 然後去做try catch 然後把那個exception catch出來之後 再來assert那個exception是什麼東西 那這個就很redundant 那assertJ一樣把它包裝起來了 比如說像第一個情況 我有一個真正執行完的 我要判斷這個future正確的執行完 正確執行完它的value是什麼 然後它是不是正確在100個ms執行完畢 因為我們可能要判斷非同步的情況 那assertJ這樣的包裝就可以幫助我們 很順地看出來說 我這個test case到底是要做什麼判斷 好 那除此之外 assertJ還有很多奇化的情況 那今天15分鐘大概就簡單的勾訴一下 大家可以再到他的網站上去看一下 所以簡單的說 它可以幫助做test case的更好的表達 然後更好的描述錯誤 然後還有讓你寫更少的code 就可以做到一樣多事情 那以上是今天的 這樣子今天講的 謝謝大家